沒有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接著來看 Viper對上MBL 他們的文明 黃色是維京人 藍方是阿茲特克 地圖是天梯對戰那拉伯地圖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阿茲特克人 是很強的南美洲文明 阿茲特克人是這個 算是老英國裡面 經濟上最好的文明 因為他的採集資源量可以加3 步兵是比較強勢的 那生女也是血量最多的一個生女國家 那這個文明算是有非常多的打法 就是只能不能打馬而已 而且戰矛也特別強 而且也有強弩 雖然沒有這個拇指環 所以阿茲特克最大的弱點 就是沒有火炮 火槍器是沒有的 那基本上該有的都有 還有什麼大衝車之類的 好 那維金呢 維金他是一個步兵文明 他的血量非常的多 可以算是步兵所有的單位裡面 血量最多的一個文明 那維金人呢 他的這個工兵系喔 也是幾乎是全滿的 他的野陽很可惜喔 他跟阿茲特克一樣 是沒有拇指環這個科技的 所以他打這個強弩喔 是比較尷尬一點 可以打但是沒有那麼強制 那之前的維金是有拇指環喔 但由於有點過強 那個 樹上蒂王然後強弩打一波 這個戰術以前太常被人家拿來使用了 隨便Nuff掉了 所以已經沒有拇指環了 那他的騎兵路線喔 也是比較稍微差一點的 也沒有品種 所以到了大後期喔 這個騎士啊 或者是這個輕騎兵騷擾 打起來就說也比較爛一點 那最終喔 地龍時代還是要轉一下這個 步兵路線會比較好 或者是打強奴衝車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維金最特別的能力是這個 輪走技術還有手推車喔 都是免費的 所以一到封建時代就有輪走 那城堡時代就有這個 手推車 那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資源喔 還有這個研發的時間喔 那省下的研發時間 就可以多去安置 多點存米出來喔 所以導致維金人喔 算是整個遊戲裡面 經濟最好的一個文明 所以你喜歡經濟爆的一個玩家 用大量的兵嚴死對手的話 維金人已經是最適合你的 雖然他後期有點爛 沒有這個火器喔 彈牌型喔 因為他前面的經濟補陣喔 讓他可以出更多的兵喔 或是早點上地龍時代 出巨型頭司機 或搭通車喔 然後也可以打強奴喔 步兵都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viper這邊的一個打法喔 這邊是個細角 那他把兩隻村民喔 走到這裡 然後蓋了魔法 然後這裡面的村民喔 就可以躲在裡面了 這個相當細節 就可以直接躲起來 那關蛋裡面的好處喔 就是不會站在外面的人口 就是不會站個空間喔 這樣子的話 很多村民喔 就可以在這個 最短的距離 做採集 好 這個就是高手配置一個 一個的經濟細節 平常沒機會講 我們就來稍微講一下 好 那這邊老鷹過來 應該是不會撞TC 看到了 好 這邊要拉住 好 那目前看起來 阿茲跟圍巾這邊喔 兩邊的地圖都還可以喔 並沒有太差 那viper這邊的一個地圖喔 感覺上是 不錯的喔 那只有果子比較外面一點喔 那問題不太大 對於高手來說 這邊要我以為很簡單喔 而且這邊還有三片木區 但是這三片木區靠得太近喔 所以被燒到可能會有點危險 那我覺得有點算是半天圖喔 至少有八十分喔 這張圖 沒有太爛 那阿茲特克呢 他的地圖呢 至少也有八十分喔 兩邊地圖都沒有太爛 而且這邊也很好圍 雖然果子在前面喔 但這邊很好圍 所以就問題不大 好那這邊 阿茲特克 覺得要打三棒棒 唉唷很久沒有看到 有人打三棒棒了 因為現在的META喔 打 打 打這個 兩棒棒就差不多了 這邊打出了三棒棒 然後那這邊 應該是有打算要點這個裝甲步兵的喔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突進 那由於他打棒棒的方式喔 是這個 上封建時代前 就按的這個棒棒 而且三棒棒消耗的肉量會更多一點 所以這邊上封建時代可能會玩喔 可能是直接來個黑跳城喔 看起來很像 應該會按到二十五匹 甚至二十六匹喔 都有可能 絕對是二十五匹起跳的 這個村民術 好那這邊 布兵走過來 好 VIPER這邊按下了棒棒 那棒棒這兩邊差別呢 差別只有在喔 VIPER的棒棒血量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開頭提到 他的步兵血量是比較多的 那這個是要到封建時代之後才會有 黑暗時代是沒有的 但是他快要到了 好那這裡有挖金 有挖金的話也可以轉這個 攻兵出來 好第三隻棒棒也按了 直接用棒棒防守 但是對手有多一隻鷹刺頭在這裡喔 要小心一點 好一擊伐木椅頂下了 來尻一下 哎呀 哎呀這個 這個血量扣得有點快 哇多一隻鷹刺頭 差很多 好到封建時代之後 血量多八滴 但是還是沒有用 直接死去 哇是八滴血 一隻棒棒都沒換掉 連對方刺頭也沒有 哇應該要把自己家裡的刺頭拿回來 做一個輸出的喔 那這邊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是想要繼續探索 或是砍對方村民 做騷擾 所以刺頭第一時間沒有回來 結果變成三棒棒打三棒棒 然後轉 加一個刺頭 直接被解決掉 那這邊轉出的攻兵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三棒棒應該看起來也打不到東西了 這邊再打到東西就有點離譜了 應該也不會去點這個裝甲步兵喔 血量我有點慘了 時間點對方已經可以出攻兵的情況了 這個裝甲步兵就不會去陰暗下去了 結果這邊還真的抓到一村嗎 哇還有美洲豹在助攻 欸 最後被打死 結果美洲豹咬死了一隻村民啊 哎呀 MBL喔這裡有點不幸喔 但是這邊為什麼 MBL死兩村欸 他沒有點織布的關係 然後被偷村民 然後被偷兩次是不是 好像是欸 這邊要來蓋 結果被美洲豹咬死了 哇 偷織布有點代價有點傷 好 那這邊 哎沒有 剛剛那邊是Viper打掉一村喔 然後另外一村是被美洲豹咬死了 就我們剛剛看到這隻喔 是被美洲豹咬死了 沒錯 哎唷 剛剛MEP在哪裡偷村啊 沒有看到欸 有點可惜 好那這邊工兵 直接過來追一下 可以解掉這兩隻棒棒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哇還是很準欸 神射手欸 棒棒回頭直接開邊 點 OK 點掉了 好那這邊 點了有點誇張的 29匹 這個 這個 呵 點了29匹 有點多 欸為什麼他木 會配這麼多啊 木頭有點多欸 農田繁有點少 這個可以跳 有點 跳樓了嗎 黃金五個人 應該是蓋世吉 對 嗯 嗯 由於是 死了兩村的關係喔 然後 自己喔 又有出三棒棒 去拖時間 然後家裡又圍太大 並沒有把這麼多的時間 去種田 所以他這裡沒辦法第一時間喔 很快速的上到這個 城堡時代喔 可能再 又再度完一村喔 三村 才有可能上去 欸 刺激怎麼突然不蓋這 這是蓋不下去的意思 好那這邊按了三村之後才點城堡 雖然流程有點少少的miss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上層的速度還是很快喔 可以跳層 那這個黑跳層也算是成功喔 不算失敗 只是田有點少了 讓我有點意外而已 原來他這裡這麼多人在吃果 補了一些肉 然後這邊小弓開始在爐爐小小 那圍巾 MIPER這邊應該是不會再繼續出小弓了吧 因為對方如果打一個老鷹爆的話 可能會一波帶走 因為阿茲他的層出 老鷹是很難守的 層出老鷹爆 造的速度很快 所以MIPER這邊的探查重點 是要看他的黃金礦球 有多少人在挖進喔 如果超過12個以上的話 這個老鷹爆的就很明顯 但這邊看起來 配起來是沒有那麼多金的 所以打老鷹爆的可能性 就降低了一點 阿茲特克的生頭戰術 也是非常好用的 這邊待會可以來看一下 阿茲會不會打生頭 因為他的生鋁特別強 投石車呢 再加上這個 這幾個長槍兵喔 因為他的均勻喔 生產速度也很快 有這個11%的加成 所以阿茲特克打這個長槍兵 然後生鋁投石車喔 這個戰術是非常強勢的 然後那白婆這邊直接3TC開下 要走一個開農路線喔 也沒有把自己家裡圍死喔 非常大膽 好 MBL這邊要不要 下個TC呢 這裡沒有下TC的話 應該是要打強軍士了 果然是 這個超強勒 雙修到願家投石車 五高派 pole OK三隻擾櫻 好 看 SHAO G C V x És ис 向 SM 沒有要做長槍兵的動作了 因為長槍兵的話 基本上其實是可以靠森羽去cover掉 那老鷹的話 可以當個正面喔 當個肉盾使用 哇 直接點宗教狂熱 宗教狂熱呢 是可以增加自己的 森羽的移動速度喔 看來他是要第一時間去 搶這個聖物喔 好 前方這個鷹刺頭 稍微偵產一下 看一下VIPER到底想幹嘛 但是MBL應該是有察覺到 VIPER是想要直接開農 好 3TC 迅速運轉 好 那自己MBL也開出了3TC了 金礦開這個位置還不錯 石頭後面還有TC 那待會如果要再開的話 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喔 如果要再往外開的話 就要開得有點遠了 開到這裡來了 這個TC太遠了 好 那阿茲點一下輪走 那你看這邊可能就很明顯 這邊還要點手推車 這邊都不用點手推車 然後你還要點輪走跟手推車 經濟才會跟圍禁一樣好 但圍禁這邊經濟早就已經起飛了 54村打39村 但是這裡也是因為阿茲 層出沒有第一時間下TC 反正是打強軍士 那VIPER這邊我可能 會被打掉一個TC喔 他這裡完全零出兵喔 這個要守住很困難 基本上不太可能 你現在出騎士想去打工程器 這個森林就直接遭短騎士 你出頭子車互雜 又有可能會被老鷹直接抓掉 因為老鷹不太怕箭矢 你就像收穿喔 去打這個鷹刺頭 可能鷹刺頭也死不了 結果你的頭子車還被鷹刺頭打掉 所以這邊我覺得是非常難守的 我自己來守 很常守失敗喔 遇到這種阿茲這種打法 不好守 那這邊還點一下神聖思想 但我還是有守贏過啦 那一場是打這個競技場 然後對方是打森嶺加加投資車 然後老鷹的一個組合 那最後我是怎麼打贏的呢 就是... 一樣喔 跟VIPER一樣 前線插城堡 然後修復拖石劍 然後在家裡蓋一下五個馬舊 狂出輕騎兵 防禦點滿 攻擊力也稍微點一下 然後狂暴這個弱馬 直接淹過去 然後就連這個鷹刺頭也打得贏喔 然後老頭、投資車全部都打爆 雖然有點害怕城堡的傷害 所以還是損失蠻多肉馬 但是那一波解的很漂亮 所以就直接一波 帝王打城堡師帶 一波帶走 雖然他這樣打的話經濟一定不好 不會好到哪裡去 除非他有像他這樣子喔 有斷兵 兵沒有繼續補 那就開始3TC運轉 那他這波攻勢就沒那麼強勢 但相對的 可以顧到自己的經濟 所以這種打法有變化種 有這種一波流 跟這個變化種 強軍勢然後轉經濟 下MBL就是轉經濟的打法 好兩個城堡插在左右各兩側 守住自己的宗教資源點 但這個木區是守不住了 老頭差點被射死 老頭差點被射死 好裡面村民可能要打算頭難了 這邊再補一個魔防 唉唷很細節 還知道要補魔防欸 真不愧是世界冠軍 但現在好像有些人開始說 VIPER不是世界冠軍了 但我覺得他的實力還是滿像世界冠軍 雖然有些比賽他也是有輸掉 但我覺得他的比賽輸掉只是 這次網友講的 這次網友不是我講的 他為什麼會輸掉比賽是因為 獎詞不夠多 VIPER的這個特性 大家都笑他 也算是偷偷酸他 比賽獎金越多 越強 獎金比賽錢越少就越弱 然後就有一個講法就是 他 欲強則強 欲弱則弱 的一個說法 但其實事實上是怎樣 我也不太清楚 但感覺VIPER真的是這樣子 遇到高手真的很強的時候 他就會再拿出全實力 去跟對方 換喔 而且換的優勢越來越大 而且是完全沒辦法逆轉那一種 那他在一些比較 真的講詞沒那麼高的地方 可能他就會想要測一些他的新東西 跟這個新戰術打法 跟一個 奇怪測試選擇 那他在天氣上也常常這樣子 但他連比賽也敢這樣子 我就覺得有點 有點 太浮誇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衝龍 好那這邊點一下靈甲技術 這邊沒有先上地龍時代 結果阿茲先上帝王了 川民術還追到了 89打85 這邊VIPER永遠被拆了一個TC的關係 所以川民術沒辦法產能那麼快 產能逐漸被追上 那這邊可以考慮再開一個TC 稍微補一下經濟 而且還可以孤到黃金 還不錯 但是VIPER的狂戰士可能是會被招走的 跟這個歷史一樣 挪威的首領喔 直接信基督教 這個甚麼 懶格納 好 直接尻三隻 能� journalism宵子 喔 殘血 嗚 瘦掉 NICE 這波打得不錯 鬼精狂戰士直接開追僧侶 僧侶想要討 但是有這個宗教 狂熱宗教的關係喔 跑出來蠻快的 雖然還是被追上 OK這個鬼精狂戰士傷害高 血量多 而且造價便宜喔 OK 老頭解決 哇 壓力突然回到MBL身上喔 好 這邊聖旅CD1號直接造物 可以造物兩隻 不虧不虧 好 再來MAPP再把自己的經濟喔 稍微補齊了 開始在前線蓋一些礦場 那TC部分也沒有再補了 雙TC而已 他可能覺得這一村也差不多快到了 就沒有再繼續補TC喔 本來是先顧好野外的一個資源點 利用時代典下 典下了二級防跟二級攻 阿茲特克這邊是典下的輪走 然後轉出了暴勇士 確實喔 暴勇士打狂戰士喔 傷害很高 哇靠 兩棒就殘血 四棒敲十一隻狂戰士 暴勇士打步兵喔 有一個超級高的傷害喔 但我覺得最高的應該還是這個喔 敗戰停勝起兵喔 打步兵的傷害 我會常常還是最高的 暴勇士好像沒到那麼高的感覺 好 那印刷技術也點下了 那點下印刷技術之後 就會增加三射程的這個招牆射程 所以他現在射程非常遠喔 十二射程 跟這個長弓兵的射程差不多了 可以在遠遠的地方 就招牆對方的單位 那由於MIPER這邊打的是一個圍巾狂戰士的路線 所以就算被招走了好像也沒那麼行動 他想招就給他招吧 這種感覺喔 好 MIPER也到了帝王時代 但是這邊時代落差有點久 這邊已經轉出了第一台頭子車 而且這邊有些生率喔 上面補血 而且正面還有很多的棒棒 所以打正面來說看起來還不會輸喔 只要這個城堡蓋起來的話應該是輸不了 畢竟還可以招牆跟補血 有一定的時間喔 可以把這一坨給撐住 但MIPER也沒有想用硬上的意思 欸 這邊看到生率 直接上去扁了吧 有點來不及喔 開招 撤退 好 那這邊阿斯特克要點一下這個龍貫戰爭 龍貫戰爭點一下 復兵傷害會多加4喔 來看一下這邊攻擊力 10加2 待會再點下去就變成10加6 10加6變成 然後三攻還沒有點 三攻再點下去變10加8 然後暴勇士再點下去 我記得好像是加2攻左右吧 20攻的暴勇士 好像是吧 還是我記錯了 等一下來看一下 就知道 暴勇士最精銳會變多少 喔唷 12加6 欸真的欸 20攻 很久沒有看到暴勇士了 沒想到我還記得數字 10加20攻 然後靠了 維京狂戰士 維京狂戰士 的一個精銳 攻擊也會提升2 血量再多一點 變成74低 那我記得以前 維京狂戰士的血量還蠻多了 現在好像有F6 我記得好像以前沒有只有74滴血這麼少 我記得好像快要破百滴吧 八九四 那附近有 但現在只有70幾而已 好 那正面 哇三台巨頭 直接高地開砸 那是不是砸城堡 他剛砸什麼東西 呵呵 這裡架起來不知道是要砸什麼 好 那直接在前線啊 蓋農田 這個蓋法其實蠻危險的 前線種田 好 但是VIPER沒有要想要跟你打正面喔 我就直接拆你的外圍 那第一時間MBL沒有用三巨頭直接開始拆 有點可惜 畢竟兵都在這裡 兵都在這裡的狀況 應該就是要趕快爭取時間喔 去打這個城堡台隊 好 那這邊VIPER都打了進來 開始分兩隊 這邊這一隊有 維京狂戰士加上暴龍士的一個碰撞 上面這裡還是有城堡 這邊走哪裡都一直被射 但問題不大 因為這邊城堡並沒有射程的傷害 跟射程 連一擊射都沒有 所以射起來有點癢 這些TC 但城堡傷害還是有 城堡傷害攻擊是11 好 那這邊敲 再敲 正面這邊再跳敲敲 唉唷一個回頭直接敲爆 哇大量的維京狂戰士直接被 一棒敲死 哇11隊 好那正面的話 這波上面進攻 MIPER已經拿下這個高地 忽然間的 就這麼突然 直接用維京狂戰士敲光 左邊那隻是個右耳 正正人在場在右邊這裡 好 MIPER這邊看到暴龍士過來 也是沒有想要直接打正面喔 他剛剛應該也看到 左邊打正面的話 直接會喚死 好這邊還有一個秘密蓋寶 哇還順利把這個城堡也蓋了起來 左邊城堡蓋起來之後 正面這邊再寫一個寶 直接封鎖農田 直接封鎖農田 欸這邊一串砍死了一隻生女 沒有在空 哇可能還死一隻 好剩下三隻生女 好三巨頭回來救 不然啊三巨頭是沒有爆的 我回家 好那這邊應該是可以敲掉沒問題 來看一下這邊這邊 欸這邊怎麼突然打起來 MIPER這邊殺進去殺一波 但是只死了幾隻維京狂戰士 MIPER這邊經濟稍有點見頂喔 剩兩百黃金欸 但阿茲這邊經濟更慘 好城堡掉了 那自己的城堡能守住嗎 應該也是守不住了 沒有人在修理 這裡又進來一波 我 再度尻了起來 但是MIPER依舊沒有想要打正面的意思 還是想要撤退 好右側這邊 又有一對維京狂戰士 想要去打側面 但是一側翼這邊還有生女在招翔 這邊爆勇士走了出來 哇 直接在挖野精 這裡人人嗎 要不要打 開扁村民 扁了一下之後就跑了 然後右邊這邊 兩對進攻的關係 現在有點過不太過來 我們兩邊就指出 黃戰士喔 黃戰士跟爆勇士喔 哈哈 地龍時代你們就這樣打到底 有想法 阿茲這邊村民術開始變少了 只有不到一百村 村民上來再補一下 那補村民的時候 這個正面的戰線 可能就會有點薄弱一點 雖然自己還是有Counter對手的屬性在 這個都沒有補起來 好 感覺也不是要把 哇 正面這邊 沒有第一時間過來 可能要直接被死掉了嗎 但是爆勇士過來 還是有點危險 再車推一波 MIP 利用自己挖野精的優勢喔 經濟又拉了回來 黃金又回到一千 城堡這邊 可能還可以再修一下 遠走一台巨型頭司機而已 左側這邊也有個小巨型的碰撞 左邊在跳恰恰 右邊才是真主力 城堡血量越多 這邊直接危機狂戰士開招嗎 好 那阿茲終於點下三攻喔 二十攻的暴龍師 唉唷 這邊直接被敲爆 來不及為好 又再度殺了進來 阿茲其實很痛苦 哇 這個危機狂戰士披風 非常多的數量 這邊可能又要再撤退了 沒有要打這面 又跑了 因為他的重點是左邊這個地方 左邊還是他真正的一個進攻路線 這個是釣虎離山之際 把這個虎釣到右邊 左邊只剩下少量的暴龍師 可能會被扁死 不過已經狂戰士喔 算是走蠻快的步兵單位喔 暴龍師好像最不太到的感覺 你看 他其實走很快 稍微偏快一點 這兩邊互追到底哪里邊比較快 還是其實是一樣快的 我印象之後 圍巾狂戰士好像有快一點 好 那這邊雙巨頭開拆 證明這個城堡如果掉了 AMBL可能會有點難打囉 暴龍師 證明英康的話 可能要先把這個高地站起來 好 阻止對手進來 哇 MIPER 黃金有點誇張囉 三千多黃金 最後阿茲這邊 再慢慢轉劍勇 因為自己城堡快被砸光了 暴龍師會出不了 暴龍師如果被換完的話 就不用玩了 剩下五十隻暴龍 這邊還有二十八隻 還有一百多隻的暴龍 數量還蠻多的 在家裡下大量的一個軍營 這邊城堡已經掉上了嗎 應該還是不會 HIPER沒這麼衝動的 這邊是個高地喔 開打絕對有點問題 好 裝甲步兵升級常見兵 左邊這一波又死了一堆 終於處理到左邊的分隊了 上軍開始有空了 來招想一下 還在這邊 巨型投資機有點危險 暴龍師過來 要來敲應該是沒問題 可以敲了就走 但是好像沒有空好 第一時間沒有來敲 敲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但是暴龍師的數量還是減少 上面直接開打 血量掉得非常快 死去 看來圍毆戰術還是比較強大的 好 長戰兵已經瘋狂造 但是沒有生到劍勇 好 這邊再騎一個城堡 左邊這邊也在小打小鬧 好 劍勇生了 這邊買賣一波 哇 這邊木頭怎麼可以賣這麼貴啊 五十幾黃金 好 正面這一波再來看一下 正面這邊打起來 Viper這邊會贏嗎 感覺好像不太會 有點微妙 後面有城堡 好像要打贏了 欸 好像又要打輸了 後面更多霸王室補了過來 圍晶 黃戰士 全部倒地 唉呀 這邊雖然有雙城堡在輸出 但是感覺上沒有那麼強的感覺 算了有三級射 應該是射得蠻準 這邊再補了一些狂戰士過來 但是被砍的速度還是有點快 一直幫我射一下這麼痛 血量子在瞬間沒有了 白魄居然還點這個 維京狂戰士的精銳 之外 還有點金冠 狂戰士幫 增加這個狂戰士的回血速度 所以白魄一開始就是想要用這個 狂戰士的回血能力去跟對方優換 這個想法好像有點 太浪漫了 我覺得很浪漫 好 那左邊這邊 木頭也不要挖穿了 這裡要特別小心了 欸 正面突然又開戰了 什麼意思 好 正面持續在打架 MIP剛剛一直都不打 現在一直狂打 城堡掉了之後就不客氣了 欸 這邊開始升級奴炮 縱使奴炮的升級 還有這個工程工程師 好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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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BIPER這邊只需要忍一下奴炮的升級喔 就可以打一個更強正面了 那奴炮打這個步兵是非常強勢的 殺害高,穿透力極強 正面這邊BIPER有個優勢高低能打得下來這一波嗎 這一波直接大開戰,大家血量掉很快 好,但是步兵右邊的暴龍是補了過來 這邊第一時間BIPER可以去拆菌,同時機器可以拆掉 這邊想要來拆奴炮,但是奴炮後面有很多城堡,直接被射死 正面這一波看起來要潰敗,MBL要完蛋了嗎 這邊還有更多的精銳,黃戰士,踩著這個高低 哇,阿茲居然還有經濟可以點這個救贖思想 他真的是不知道哪來之前 BIPER三千多,快花到剩一千多了 找出了一堆洞行奴炮 好,再補一下幾個修道院 想用勝率來招對方攻城器想法是不錯 但是奴炮的造價其實很便宜 像這個投石車比起來幾乎是半價 要這樣招的話其實也不太好招到全部 但是確實現在阿茲也沒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工程器 救贖思想真的是阿茲的唯一解法 不然就是用重型投石機 我靠你還真的要伸重頭 那投石機打奴炮的效果是非常好 因為奴炮常常會這樣擠在一船 投石機只要一砸到,就會直接損失好幾台奴炮 所以奴炮基本上是被投石車counter的 但是他打這個投石車的傷害也是蠻高的 所以有點像是互相傷害阿 但投石車的一個廣泛面積的關係 所以奴炮比較劣勢一點 好,這裡補下了更多的房子 要來補一下自己的人口 人口稍微被減少了一點 VIPER一直在處於100多人口狀況 而且軍事非常高阿 高了87人口的軍事單位不能再多了 超石車,往前開 這裡會打正面嗎?好像有點困難 喔,奴炮這個閃陣 很華麗 好,我們來看一下右邊投石車直接砸了一發 直接砸掉一排 但是VIPER第一時間去點投石車 投石車被點掉 這邊非常多的劍勇在正面 但劍勇的血量突然掉很快 奴炮直接串燒串掉非常多的劍勇 左邊突然打輸了 但這邊奴炮一台基本上只損失了一兩台而已 主力這個還是難打 MBL打錯GG 哇 直接尻爛奴炮串燒 這打得很不錯阿 那他這邊第一時間是去投對方修道運 把他的修道運給弄出來 以及窮噴出來真的是沒機會可以打 那這一場我覺得蠻神奇的耶 因為暴炮基本上是Counter圍金狂戰士 但MBL卻硬生生的把圍金狂戰士 打成Counter阿茲克特的形狀 這個畫面真的是世界習慣 非常的特別 來看一下經濟吧 我有點無眼了 這個圍金狂戰士怎麼可以這麼強 怎麼跟我的圍金狂戰士不太一樣啊 那這邊經濟圍金這邊還是有幾乎到全營的一個問題 木頭雖然少了一點 但沒有關係 他本身還是要吃大量肉的 圍金狂戰士是吃肉的 木頭多不多是無所謂的 只有後面奴炮 需要出道的時候需要耗費木頭 那這邊圍金 哇 肉還贏了一萬 黃金還贏了少量幾千喔 但是這邊有個重點 這邊五遺跡的阿茲 五遺跡阿茲 黃金六千多 然後再補上一萬八的黃金 其實黃金量是比BIPER這邊還要多的 這個MBL這個黃金量有點誇張喔 因為阿茲特克他這個文明喔 只要剪遺跡的話 剪一個會增加33%效果 那剪到五個的話那就是 大概166%喔 是165%左右 哇 這個效率非常好 等於是你剪了五個遺跡 等於剪了快到六個遺跡 七個遺跡左右的一個能力喔 能力是相當狂的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